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加坡地处热带 植被丰富 四季如下 摩登的城市风情 聪裕的自然景观和多元的文化 共筑了新加坡一道道迷人的风景线 为了打造一个良好经济环境与美好自然生态兼具的新型城市 新加坡见过总理李光耀早期定下了花园城市的愿景 目前新加坡土地的植被覆盖率与高达56% 是世界上氯化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如今花园城市的定义不再局限于绿树匆匆 更体现于当地人健康的生活态度 城市以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可持续性的发展理念 新加坡这个大自然里的城市 正以其独特的城市自然生态 唤起了人们对自然与健康的全新向往 对寻求在城市生活中更好地感受大自然的旅行者来说 是开启健康之旅的不二选择 堪称施城最美园林的新加坡滨海玩花园 坐拥三大冷室 花穹 奇幻湾园和云雾林 其中的建筑除了现代设计以外 还采用了高效节能科技处处彰显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 新加坡的南部山脊步道是徒步交游爱好者的圣地 其中连接花花山公园的亨德山波浪桥 以其波浪形桥身而闻名 穿梭其中自然生态和城市风光 即刻尽收眼底 2022年6月首届新加坡健康养生节与公众见面 超过130项乐活项目 以及大兴康乐主题活动首次亮相 无论是在滨海湾金沙的空中花园做瑜伽 还是绕着渔卫石公园慢跑 亦或是在盛桃沙岛疗愈洗礼 您都能尽情感受这场轻盈惬意的乐活派对 而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新加坡所存在的多元文化 与不可胜数的美食佳肴 两者文化是新加坡多元民族共同融合发展历程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它是早期定居在新加坡一带的土生华人 在充分吸取了东南亚和欧洲多元文化的元素后 在时代的变迁中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融合 变成新加坡独特的文化 位于新加坡东部的卢切和嘉东是著名的土生华人街区之一 该街区最具代表性的风景线是昆臣路上色彩斑斓的娘惹店屋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探访新加坡最原汁原味的娘惹文化 台南打卡特色服饰礼品店、餐馆以及博物馆 不仅如此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更体现在不同种族、宗教、文化 在这片热成之土上的和谐共生 拥有历史悠久的小印度 将传统和新兴艺术充分结合 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社区空间 新加坡的美食也是我们国家多元文化的缩影 从高端米其林星级餐厅到地道街头小贩美食 不可胜数的佳肴 汇催着东西方的各色美食文化 蕴含美食、社交、人文的三大精英的小贩文化 更是于202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正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新加坡的国民食堂 小贩中心不仅汇聚了例如沙爹、辣椒螃蟹 乐沙、椰浆饭等众多地道美食 更诞生了诸如海南新粥牛肉粉、大滑肉错面等 摘星米其林荣获地比登名单推介的明星小贩 洋溢着浓厚生活气息的小贩中心 如同编制着林里草跟文化风貌的美食天堂 不仅是普通新加坡人生活的一部分 更是新加坡文商旅的一张响亮影片 新加坡这片热忱的土壤 滋养了一代代饱含创意的热忱之士 他们将梦想付诸实践 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将新加坡完美呈现在世界的眼前 构筑起师辰的新篇章 不断创造着无限可能 最后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可与大家在新加坡相聚 让我们一同亲身感知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与美食风情 即刻随心所往 心想师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